格式化之後呢 他已經幫我把這個號碼給格式上出來了 但問題是說老師那我要格式化清除怎麼做 很簡單嘛 你要把這一段跟剛剛一樣 Ctrl-C有沒有 然後Ctrl-V貼過來 然後這邊叫格式化清除 那清除的話其實 他其實很簡單 清除的話就是把他的底色變成白色就好了 所以然後清除 就是把這個顏色改成什麼 改成白色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白色要怎麼加 白色你如果不知道這個RGB顏色是白色怎麼 你當然很簡單啦 不過你用拆也拆出來 白的不就是什麼 全部都加到最滿 就是白的 那全部都0的話呢 那就黑的嘛 有沒有 OK 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油氣桶這邊不是有其他色彩 你找一個白的 白的應該這個吧 這個白的 製定一下 有沒有 全部都255 那如果你要黑的話 黑的在這裡有沒有 這是黑的嗎 這看起來是黑 好像是 好 不管看一下 對 不是耶 這是藍的耶 糟糕 黑的在哪裡 在這裡嗎 這裡嗎 好啦 不管了 自己找 糟糕 在這裡 是不是 對對對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是黑的 自立一下 我一直懷疑是我的眼睛有問題 好啦 那大概知道一下啦 就是說你RGB顏色從調色盤就可以找到 那你就是自己再把它補上 所以 這邊全部都改成255 那就清楚了嘛 而一是一樣 所以執行一下 有沒有 全部都恢復了 那其實除了用全部白的之外 另外有一個敘述就是不要有顏色 就無填滿 無填滿的參數是XLNUM 無填滿就是XLNUM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XL就Excel NUM的話就是沒有 這個就是油漆桶裡面有一個選項 就是這個啦 無填滿 無填滿就是XLNUM 其實就是等於是去掉顏色啦 那跟白色看起來很像 但是其實不一樣喔 白色還是有顏色的喔 OK 所以如果比較精確應該是這個 把顏色拿掉 這樣就恢復了 所以 格式化 格式化清楚OK了 不過啦 其實後來發現 這個 那另外兩個按鈕要把它加上去 你一樣插入按鈕 不過像 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把這兩個有沒有 按Ctrl鍵 選這兩個 CtrlC有沒有 然後直接點這邊一下CtrlV 直接拿這兩個來改 可不可以啦 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你重新再拉好像花的時間比較多 那你把它Ctrl鍵按住再點這兩個 然後再複製貼過來 你可以按右鍵重新指定 重新指定它是格式化對不對 然後CtrlC 這邊一樣 把這邊改一下 這樣好像比較快 有沒有 格式化 格式化清除 做法都一樣喔 所以我就做快一點 OK 好了 格式化 有沒有 有沒有 有了 格式化清除 也清掉了 OK 不過啦 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還是有點麻煩 為什麼 我把它捲動才看得到號碼 好像不太方便 所以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是不是可以幫我在這邊加一個欄位叫前期名 這個前期名就是說直接幫我把那個前期名的號碼直接就列在這邊當成一個清單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有沒有 也就是2 複製到這裡 下一個的話是21 複製到這裡 那它的規則是 一定是放在F的第二列 當它複製一個之後呢 換到下一列 有沒有 就等於是加1的意思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這個程式 你說老師這個會不會很難寫 其實不會啦 其實你只要拿剛剛的格式化來改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把格式化 改成要格式化清除 就是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名稱 前期名好了 然後呢 其實它的邏輯都一樣 如果這邊小於 小於等於7對不對 剛剛是把底色 換成 換成黃色 可是這邊改一下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這個裡面的資料 其實指的就是哪裡 指的就是這個啦 如果後面沒有加上 它的底色 那實際上 指的就是 它的那個底色的部分 所以你把這個地方 後面刪掉 指的就是這個啦 這個指的就是12的意思 所以這個 指的就是這個裡面的數字 那如果你要把它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 在它的前面加一個等號 等號就是把 它的資料傳到哪裡呢 傳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 怎麼去 給它 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位置 它一定是F藍 所以這邊改F 可是如果你還是I的話 它會放在不對的位置 有沒有 如果你現在執行 會不會得到正確結果 看一下 有耶 它會 但是它call到哪裡 call到13列 因為跟它同一列 有沒有 它call過來了 可是它並沒有放在它應該放的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所以哦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I不對 那也就是說 我們需要的規則是 當它 第一次放到這邊的話 是第二列 所以我教過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上面 就是 第一行的地方 加上一個變數叫K K裡面的值 就是它 應該放在第幾列的位置 所以呢 你就把它 第一次是放在第二列 所以你K等於2 那你把這邊改成K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假設執行會怎麼樣 它最後只有39 為什麼 因為它放一個之後 下一個把它蓋掉 下一個把它蓋掉 有點像剪貼不一樣 蓋蓋蓋 可是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不要讓它蓋下去 可以 很簡單 請你在當這個資料 複製過來的時候哦 把它底下加一個 加一個敘述 叫K什麼 等於 K 加 E就可以了 那什麼意思 就是把2 加上1之後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在VBA的那個 程式等號指的是計算完 後面計算完的結果 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跟你以前學數學的概念 是完全不同的哦 OK 所以特別小心哦 像這個等號是什麼意思 把後面的資料有沒有 複製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這個等號也跟你以前的認知 是不一樣的哦 好 那寫完了 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 12 21 27 一十類推 所以你會發現就列過來了 所以呢 這個前七名的寫法 其實主要是把 這個複製過來 那改哪個地方 好像只有改這個 本來是這個是底色嘛 底色 把它的資料呢 複製到前面去 加一個K啦 K等於2是 第一次放第二列 底下的話就把它加了1之後 再 傳回到K 就K就會累計了 OK 那當然最後如果你要再把它Ending的話 就是什麼 前七名清除 所以清除的話就是這邊 再加一個清除 那清除的話呢 理論上不用跑那麼多啦 清除我們其實可以拿這個來改 這個 有沒有 那應該會改吧 前七名就是 for i等於不用到43嘛 應該到多少 應該到8就好了嘛 那要清哪一欄 清的是F欄 所以你把這個刪掉 只留一個就是F就可以 把它改成F 有沒有 那清除就完成了 有了有沒有 前七名 前七名清除 那最後當然你就把這兩個 這邊再加兩個按鈕 按Ctrl鍵再點嘛 C CtrlC 那這邊CtrlV 那一樣啦 把這邊再加那個按右鍵 指定嘛 它是前七名 然後這邊複製一下 這邊再把它貼上 這邊一樣 這個就是清除嘛 所以一樣的方法把它再加上去 好了 這樣就OK了 前七名有了 有沒有 然後 前七名清除 所以 最後的話 當然我們是希望說做這個 這一組 清除這個格式化 最後就是前七名 最後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是今天的作業啦 所以請各位 試著把剛剛做 因為有點快啦 所以 主要是因為時間有點不太夠 那我有把影片錄下來 所以回去的話 一樣我會把它放在那個 YouTube 然後貼到Poto 所以 如果有些細節部分不太清楚的話 請你們自己再實作一下 OK 程式嘛 雲端上也有啦 所以你們也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 白板上面的 這個程式